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用WGO配置文件存在哪些问题呢 第一 配置文件零散不统一 配置文件比较零散 那么会增加开发者的维护成本 第二 支持的配置文件例行比较单一 第三 不支持多环境 不支持多环境就意味着相同的配置 在多个环境中需要开发人员重复配置 第四 无法从配置中心加载 在企业开发中同一个服务往往有多个实例 没有配置中心 那么需要开发者手动指定配置文件 这样很难保证配置文件的一致性 最后 不知道有哪些key可以配置 这个问题对于新手来说 会增加它的入门门槛 我之前在学习WGO圆码的时候 也是在这块花费的时间最多 结合以上问题 WGO社区做出了以下优化 配置文件合并 以往WGO的配置文件包含了 Consumer Router Provider Logger 四个配置文件 竟在逻辑上虽然比较清晰 每个模块只负责对应模块的配置 但是对于开发者来说 却增加它的文护成本 经过社区优化后 经四个配置文件合并成一个配置文件 如右图所示 在YAML配置文件类型基础上 社区支持了Json,Property,Term 三个配置文件类型 当然也添加了接口 方便开发者支持 其他类型的配置文件 多环境支持 我是参考了Swin Boot设计的 如左边图一所示 WGO在加载这个配置文件的时候 也会加载 文件结尾是Local的配置文件 这个时候会带来一个问题 如果两个配置文件 配置的Kate冲突了 那么它的覆盖逻辑是怎样呢 可以看右边这张图 推断出 它的覆盖逻辑是以 Local结尾的配置文件为主 配置中心支持了 ETCD,NACOS,APRO,ROOKEAPER 熟悉Swin Boot的同学应该知道 配置文件如果先有编写提示 需要商场这个配置文件 WGO也类似 通过自定义一个Skimmer文件 来约束开发者 如右图所示 对于这块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关注WGO Skimmer这个层库 里面有详细的使用较少 对于后期 社区有以下规划 第一 支持用户自定义配置 前面讲了那么多 左还是围绕着WGO 自身的一些配置模块加载 后期社区计划经 这个能力也开放出来 第二 支持远程动态刷新配置 例如 在不停用服务的情况下 动态调整日制级别 第三 配置模块支持安须加载 WGO在启用的时候 日制模块的加载 是要在其他模块之前 就要初始化好的 社区也计划经 这个能力也开放出来 第四 配置文件支持加载勾子 在企业开发中 很多配置文件的敏感信息 都是经过加密处理的 比如数据库的账号和密码 社区计划 开放一些钩子 方便开发者 在加载对应模块的时候 对加密数据进行解密 最后 支持地规查找 如右图所示 Adress的配置 首先会先查找上面 有没有配置过 如果没有的情况下 使用默认值 这样做的好处是 开发者只用维护一处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对WGO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添加下这个拼命群 谢谢 谢谢 感谢大家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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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Fragen 感谢大家的聆听